这是监控拍下的荧幕 四个女人依次跪在地上 缓慢地在马路上爬行 领头的是一个身穿雨衣 手举鱼竿的人 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鱼竿上的线 竟然伸进了第一个女人的嘴里 随后又从局部伸出 再连接到第二个人的嘴里 再从局部拉出 就这样前后相连 依次贯穿到第四个人 就像是一只巨大的百族虫 警方发现这段监控后 立即展开调查 但因为是深夜 又下着大雨 监控也没能拍清凶手的脸 但在地上爬的四个女人 警方认得出来 正是县高中失踪的四名女生 他们四人的关系很好 在学校里经常欺负其他同学 负责案件的警察包展 是个时间派 他花了两千块 让自己的司机进行模拟试验 司机将一根雨线吞了下去 然后从局部拉出 包展轻轻拉动嘴角的雨线 顺其进行动体内所有的内脏 雨线在体内不断地来回摩擦 就像是被扎了几千根针 痛不欲深 但后在雨线并不会威胁到生命 包展判断 四名女生肯定还活着 用雨线串点他们 主要是为了防止他们逃跑 或者不听话 然而不等警方找到四名女生 深夜的监控中 又出现了诡异的荧幕 依旧是那个身穿雨衣的人 又亲着那几名女生在街上爬行 但不同的是 这次只剩下三个女生 其中一个叫徐萌萌的没有出现 包展认为 他很可能已经遇害了 警方立即进行街访 包子铺老板表示 看到了那个穿雨衣的人 当时风雨交加 帽子被吹了下来 凶手应该是一个光头大汉 警方立即下令 排查心里所谓的光头男人 但他们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据 一时间案情陷入了胶着 让警方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高考结束的当天晚上 监控中又出现了那个光头 但这次 他没有丝毫的遮掩 反而冲着镜头露出了真面目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事 竟然是个女人 光秃秃的头顶 还有两条深邃的刀疤 他对镜头做出了一个 双手合十的动作 很明显 他只是要投案自首 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橘子里 对自己的罪行供人不讳 光头原名叫石凤英 十年前丈夫和他打架 打不赢 就抱着七岁的女儿抑郁跳楼 惊奇之下 石凤英夺过女儿 将丈夫从十八楼推了下去 摔成了肉饼 石凤英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今年年初刚刚醒门释放 回到家里 本因为能与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没想到 他赶紧长玉满身份变的回了家 追问起来才知道 长玉因为和一个男生说了几句话 便被社会姐叫到厕所 说长玉勾搭她的男朋友 说着四名女生就对长玉一顿拳搭脚踢 还朝她身上撒料 或使 甚至还逼迫长玉学购 钻社会姐的裤裆 四个女生中 一个名叫徐某某的 还算有点良心 年年劝他们做的不要太过分了 直到真相后 石凤英怒火中烧 她本来就是缺陷了女儿的成长 如今她出来了 绝不能再让女儿受半点委屈 所以她将四名女生绑架 用雨线将她们串联起来 防止她们逃跑 她拽着四人在监控下跪着游街 也是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让她们感受一下被人羞辱的感觉 第二次游街时 石凤英没有让徐某某参加 这是因为在四人中 只有徐某某欺负长玉最少 石凤英之所以要在高考前实施绑架 也是不想让她们影响到长玉高考 那关乎了她的未来 石凤英交代 目前四名女生被关在了郊区的养鸡场 当警察找到她们时 她们的精神变得十分恍惚 甚至产生了斯德格尔摩综合症 对石凤英产生了深深的依恋 甚至都舍不得离开了 2010年 黑龙江郊区一栋目屋内 发现了一具造型诡异的女尸 她的嘴里 眼睛里 裤子里 满满当当扎满了烧烤用的铁签 就像一只巨大的刺猬 警察立即奔赴现场 发现死者全身上下 总共被扎了198根铁签 每一根都伸入体内 死者的致命伤 是被铁签从口腔刺穿到整个喉咙 除此之外 死者的胸口上 还挂着一个诡异的污毒娃娃 而娃娃内部还藏着一杯不明液体 散发着阵阵骚臭臭 经过化验 这居然是一杯尿液 而且是孕妇的尿 但死者并没有怀孕 那么问题来了 一个年轻女学生 为什么要随身携带一杯孕妇的尿液 难道是喝奶茶时加一点 根据调查 她名叫双双 同学们对她的评价是 腹黑 心机 爱慕虚荣 双双的同桌是一名男同学 名叫高富帅 她向警方证明 双双在老师和家人面前会装得很乖巧 但背地里却会骂他们傻缺 班里没人喜欢双双 她唯一的好朋友是一个名叫丝丝的女孩 但在高二时就辍学了 警方猜测 尿液很可能是班里某位女同学的 但经过DNA比对 全班女生没有一个吻合 反而是一个叫李居夫的男生与DNA匹配 难不成男生也能怀孕 这一猜测 立即被教授打脸 因为DNA匹配也可能是亲戚关系 警方立即对李居夫进行审问 他坦言自己曾和双双发生过冲突 在一堂体育课上 李居夫因为用力过猛 放屁带出了响 而这一幕刚好被双双派了下来 还扬言要发到班级群里 一时间 两人打得不可开交 双双还吹牛逼 要找浩兰哥教训他 李居夫被吓坏了 并叫来了自己当警察的舅舅 重案组立即对李居夫的舅舅进行了审问 舅舅以为事情败露 刚坐下就交代了自己和双双的好朋友 思思发生过一些关系 当时 舅舅来学校为李居夫解决拉屎纠纷 但他并没有教训两个女生 反而请他们吃饭 饭桌上 他和思思看顿了眼 当晚就在一起了 思思也因此怀孕 误独娃娃中的孕妇尿液 很可能就是思思的 但遗憾的是 舅舅现在也不知道思思的下落 甚至连他父母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警方通过调查诠释中介房屋信息 发现思思通过黑中介 租下了一个平房 当警方推开出租屋的大门时 思思正顶着个大肚子 坐在垃圾堆里玩着电脑游戏 在得知双双的死讯后 思思被吓坏了 赶紧向警察坦白了自己知道的一切 思思和舅舅在一起后 很快就怀孕了 他认为为自己爱的人生孩子 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于是在双双的教授下 他从学校辍学 租下了一间平房 打算悄悄生下孩子 双双也经常来看望他 但时间一久 他们就没有钱支付房租了 双双想了个办法 当时他也在和一个大叔谈恋爱 很多小女生都有大叔情节 双双也不例外 他的大叔是同桌高富帅的爸爸高叔 有一次高富帅过生日 安宁很多同学都去高富帅家庆祝 久过三旬 客厅沙发上都睡满了人 双双只好离开客厅 迷迷糊糊的闯进了高叔的卧室 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在一起了 在思思没钱租房时 双双便想到了高叔 他假装自己怀孕 向高叔索要钱财 为了防止高叔带他去医院做尿检 便将思思的尿液 装进了污渡娃娃里 这一套流程下来 高叔对双双怀孕的事情深信不疑 他费尽口舌 祈求双双去打掉 可依旧被双双拒绝 没办法 高叔只好给钱 逆有双双 第一次给了五千 第二次给了三万 可双双依旧不去打掉 气急败坏的高叔 只好撕破了脸 说自己不可能去抚养这个孩子 更不可能倪娜娶她 双双也是年轻气盛 他找到了高叔爱人的电话 自以为是的将照片发给了她 以为这样就能迫使高叔娶自己 然而让双双万万没想到的是 高叔的婆娘可不是个善茶 到了第二天 高叔发了一条信息给双双 说自己再也忍受不了这个肥婆 打算就这么倪娜 以后好好的和双双在一起 双双一听高兴得不得了 立即答应了高叔 后天一起去后山烧烤 商讨未来 然而让双双没想到的是 一起来烧烤的竟然还要拉个肥婆 他们将双双骗进木屋 连同她肚子里不存在的孩子 一起残忍杀害 在双双断气后 肥婆并没有停手 继续将剩余的一百多根铁签 插进了双双体内 活生生做成了一只巨大的人形刺猬 2010年 江苏配线的一个铁栅栏上 发现了一具诡异的尸体 她的脑袋被人凝转了180度 身体根部被铁栅栏的尖刺深深扎住 两个头都折了 在尸体的正下方 由于大滩血迹 凶手用树枝沾上血 在墙上留下了一个笑脸 警方推断应该是擒杀 栅栏就是第一凶杀现场 法医验尸后认为 凶手是一个极其强壮的人 因为普通人很难突出将脖子 拧到180度 更别说抛车到1米8的栅栏上了 经调查 司证名叫犬牙 40岁 收购废品为生 没有结婚 没有子女 警方在那几回收站 找到了她的住所 但奇怪的是 她家大门上 竟贴着一张红色洗字 室内的桌子上 摆放着两根红色蜡烛 地上还有两个使用过的小雨伞 这很奇怪 一个单身汉 要这些干嘛 街坊中一个邻居 向警方透露 曾度过这里时 听到犬牙的对话 小千金 你是我的了 南辰犬牙 还绑架过梁家妇女 房间中还有一辆三轮车 上面堆着17张狗皮 和4袋狗骨头 包展推测 这个犬牙 很有可能是个偷狗贼 屋外拴的两条狗 应该也是偷来的 一条是白毛贵妇犬 一条是哈士奇 白毛贵妇犬是只母狗 它尾巴下面 有个明显的伤口 还缝了几针 尚未拆现 包展很好奇 狗狗在这里 为什么会受伤 梁家妇猛然意识到 犬牙嘴里念到的千金 很可能不是人 而是一条狗 包展适当性的叫了一身千金 贵妇犬立即跳动起来 冲着它叫了两声 包展瞬间就明白了 变态 真是个死变态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 给贵妇犬缝合伤口的门诊 据医生回忆 在案发前几天 一个穿着大衣的男人走了进来 他万分羞涩地说 自己被狗夹住了 他掀开大衣 医生懵了 他从业十几年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他小心翼翼地剪开狗的下面 犬牙总算是解放了 接触的人多了 当他第一眼见到千金时 便爱上了他 他悄悄地摸进院子 松掉狗绳将它聚为己有 当晚 穷牙便在门上添了喜字 准备好了蜡烛和韭菜 共度春宵一刻 另外 警方在街坊中 发现了一个名叫飞躲的初中女生 案发当晚 他和爸爸吵架 在院子的秋千上坐了很久 他很可能目睹了杀人经过 但经过调查 飞躲表示自己什么也没看见 细心的包展注意到 飞躲房间的插销是坏的 而书桌上 正好画了一张笑脸 笑脸的样式 和案发现场的几乎一模一样 但飞躲只是个小女生 不可能有利器 拧断犬牙的脖子 那只可能是他的爸爸了 但调查发现 飞躲是一个单亲家庭 由爸爸独自抚养 爸爸和犬牙之间 也没任何的交集 他根本没有杀人的动机 在调查组上门后的第三天 飞躲突然在家里自杀了 被送往医院抢救 包展走放了他家邻居 发现飞躲和他爸爸的关系 不太正常 因为邻居问过飞躲一个经典问题 你爸爸和你男朋友同时掉进河里 你会先救谁 飞躲没有犹豫 立即回答 男朋友 因为我的男朋友 就是我的爸爸 包展大吃一惊 联想到飞躲房间里坏掉的插销 他很可能是受不了父亲的骚扰 所以选择自杀了 包展走放了飞躲的学校 在教室的黑板包上 发现了飞躲的作文 看完后突然大喊 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飞躲的作文里 进入了他去马修团 看表演的经过 这是飞躲和犬牙唯一一次碰面 他们都在台下看表演 大象用笔在地上画了一个笑脸 所以飞躲家的笑脸是学着大象画的 案发现场的笑脸误导了警方 所有人都认为是人画上去的 但没想到动物也会画画 警方在大象的鼻子上也简直出了人血 与犬牙的DNA一致 案发当晚 犬牙在马修团观看了大象的表演 对两根又粗又长的象牙起了戴心 等到深夜 他用特制的迷药让大象乖乖听话 将大象牵了出来 但在路过公园时 腰脚突然消失 大象发狂了 他一鼻子缠住犬牙的脑袋 然后往上一抛 刚好插在了铁栅栏上 最后大象习惯性捡起树枝 沾上犬牙的血 画上了一个秘制微笑 然后又跑回了马修团 案件告破后不久 飞躲也康复出院了 当包站询问他为什么自杀时 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爸爸 他虽然没说 但包站心里清楚 他遭到了父亲的骚扰 包站当着爸爸的面 将飞躲的房间门修好 并告诉飞躲 如果门再坏了 要立即告诉他 他会来帮飞躲修理 1990年 荷兰宝峰县的公园里 发现了一具死香惨离的男尸 他的下肢被人用石头砸烂 难辨其头 更变态的是 脑头的局部 还发现了其他男性液体 也就是说 这个60岁的脑头 是被人拖进草丛 用石头杀死后 还后庭开了花 然而在勘察现场时 警察却发现了 清晰的高跟血印 包站推测 凶手很可能有异装癖 进行男扮女装 专门骗老年人进草丛 异装癖通常氛围良重 异种叫CD 指变装爱好者 是爱穿女性衣服的男人 而另一种是TS 他比CD更近一步 除了变装之外 还有一颗女儿心 认为自己是女人 而老马遇到的 很可能是一个CD 为调查脚印 包站去鞋店 买了十几款款式 不同的高跟鞋 与现场脚印进行对比 最终确定凶手 穿的是一双红色高跟鞋 另外在街坊中发现 案发的公园地处偏僻 每到夜幕降临 就有一些打扮夜俗的女人出没 他们以极低的价格 服务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 凶手很可能藏力其中 梁教授身先士足 假装成公园找乐子的客人 他遇到了一个 身穿超弹裙的年轻女孩 他注意到女孩脚上穿的鞋子 和凶手穿的是一模一样 女孩开口就说 大爷过来一起玩呀 女孩的声音很刺耳 就像是故意捏着嗓子说出来的 梁教授明白 不入虎穴 咽得虎子的道理 跟着女孩就去到了一个阴暗的房间 房间的一角放着一辆自行车 梁教授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死者脑马的 鞋子一样 自行车也一样 这货很可能就是凶手 梁教授还没享受 便打算离开 对方立即察觉到不对劲 一个彪型大汉从门外冲了进来 让赔500块 梁教授算是明白了 自己遇到了仙人跳 眼看梁教授晚节不报 包展突然带着警察冲了进来 将两人抓捕归案 审讯后发现 女孩是男扮女装 他们叫赵信原本在工地干活 后来在网上遇到了硬汉蛮子 蛮子建议赵信换上短裙 去公园骗老年人开车 蛮子便是他第一个乘客 再后来二人合谋 做起了仙人跳的勾当 赵信解释 自己并没有杀人 高坤鞋和自行车 都是在公园草丛中捡的 通过DNA检测 也证实了老马体内的液体 不属于赵信和蛮子 包展对自行车进行检查 发现轮胎爆了 车头还有许多柴油油渍 梁教授推测 老马当晚喝完喜酒 骑自行车回家 无赖车胎爆了 恰巧遇到一个熟人 老马和他的自行车 都上了熟人的柴油车上 而这一上 就死在了草丛里 包展找到了当晚 参加宴席的宾客 发现了一个可疑人员 他是老马的女婿 名叫李清 他恰巧有一台柴油三轮车 警方立即找来李清问话 可他失口否认送老马回家 梁教授只好让李清 穿上那双红色高跟鞋 在泥土上行走 留下的脚印于 案发现场的比对 相似度近高达80% 但这还不能指认凶手就是李清 还需要进行DNA比对 但这需要几天的时间 于是 梁教授安排包展 24小时监视李清的一举一动 很快包展就发现了不对劲 李清再回家后 她的老婆瑞文 从裤子里掏出一颗红枣 让李清吃掉 梁教授见多识逛 解释这叫洋枣 就是把干枣放入体内浸泡 吸收日月精气 最后取出给男性使用 有强身固本的作用 这从侧面证明了李清 身体萎靡不振 而医院的病例 也佐证了这一推断 当DNA报告出来后 所有人都大跌眼镜 脑马体内的液体 还真是李清的 可是逻辑上说不通啊 李清从进入青春期开始 就和一般的男生不同 在他内心深处 似乎住着一个小女生 等到30岁 他迫于世俗的压力 与瑞文结婚了 但因为身体原因 结婚多年也没有孩子 瑞文的爸爸 也就是死者脑马 他建议李清 购买一辆农用三轮车 和他一起去外地 拉蔬菜回来卖 因为路途遥远 驾驶室又是个封闭的空间 李清和岳父脑马的关系 在这一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有一次 他们驾车去与约堂洗澡 李清第一次看见 脑马建树的身体 他的内心如同一万匹小怒 在乱撞 李清也开始直面自己的兴趣 后来 李清到公园贩卖蔬菜时 注意到 这里有很多艺装者 拉着老人钻小树林 从此 公园变成了李清的自由天堂 道德的枷锁一旦打开 便无法关闭 李清偷偷穿上瑞文的裙子 找到脑马表白 这一刻 他们比起了世俗 在一起了 自此之后 李清的身体得到了好转 他与脑马如同情侣般 在小河边 树林里 桥洞下 都有他们爱的身影 或许是因为脑马的刺激 又或许是因为养枣 李清在面对瑞文时 也表现出了男子气概 但脑马的内心 对女儿产生了深深的愧疚 依然决然向李清提出了分手 并告诫他 要好好地和瑞文在一起 早日生个孩子 从此之后 无论李清怎么苦苦纠缠 脑马再也不与他见面 直到亲戚结婚这天 脑马的自行车坏了 李清提出送脑马 在三段车上 李清提出好聚好散 说最后再让他当一次女人 脑马无可奈何 只得答应 李清换上一套女装 和老马钻进了曾经的草丛中 但这一次 李清的爱意化成了燃烧的愤怒 他抄起石头 将老马的下半身砸得细碎 得不到就毁掉 等老马断气后 李清趁热又是一番侮辱 留下了DNA 李清如实向警方交代了这一切 只希望在最后的时刻 能让他穿上最爱的红色连衣裙 他希望下辈子 能投胎做一个女人